上學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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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睡醒 可以可以 和小寶貝說再見 轉頭上班去 新手爸媽的這一刻有點揪心 但在人力銀行任職的語題很放心 我兒子在哪 她是不是在睡覺 她出來了 不知原來有連續器 便工作隨時掌握孩子狀況 更重要的是 她的辦公室只隔一層樓 公司內就設有拖衣中心 讓孩子跟著她一起上班上課 下班下課 我們公司可以到7點 那我又是直接在工作的地點 所以等於說我的工作時間 不會受到拖嬰的時間影響 然後我可以安心的在這邊 把事情做完 然後帶小孩回去 我覺得拖嬰的這件事情 對於媽媽回到職場也是很重要 因為你就知道有人可以幫你照顧小孩 然後你可以就是專心的在工作上 你不用去想著 小孩可能在很遠的地方 那我等一下下班要怎麼接她 下班要塞車等等的 政府的力量還跟企業的力量 如果可以搭配起來 我覺得那效果會是最好的 企業如果願意投入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對於人才不管是留任 甚至在吸引上面都會是有一些誘因的 還有一台想要協助預期課程等等 讓自己就說初來到公司 就決定因為這些不利 要在這裡生孩子 而在這裡像這樣的新手爸媽不少 目前收拾人情都不是欺人 當然對企業來說 要提供場地師資有成本 但無非就是希望留下好人才 雖然員工的離職狀況 參雜許多因素 但從離職率來看 2015年設立脫穎中心後 員工是請離職率從16.2%一路下滑 2022年是12% 2023年更來到9.8%的歷年行地 企業怎麼要留住人才呢 從幫員工帶小孩開始 根據統治 有48.5%的50歲以下上班族 他們是有小孩的 但是這當中有超過八成的人 他們不願意再生第二胎 而其實這份統計當中 也非常有趣的顯示 如果是政府跟企業來講 認為最有效率能影響生育率的 多數的民眾 還是認為是企業端 尤其這當中 女性有54.5%的人 認為推生企業影響驅動力比較大 如果從年紀來看 未在生育主流年齡的 18到39歲上班族 也有50%認為責任在企業 而如果要給 給什麼有用 在這份調查中 前三名分別是彈性工時 居家上班 以及增加價別天數 再來才是給輔助 顯示對員工來說 給時間和假比給錢還有用 也因為這樣公司要留人才 普遍被認為福利更好的科技業 則更早一步替父母想到小孩的照顧需求 帶孩子到幼稚園 再去上班 連八顆工作六年的溫定 三十出頭年紀已經是三寶媽 到大兩歲小的雙胞胎才六個月 他說感激去生就是因為覺得有後盾 大學校的就是親子座談會 那就剛好是辦在中午的時候 那就一樣也是在公司裡面 那就是對我來說也非常方便 就是中午的休息時間 抽空個半個小時 那就其實也不用特別離開公司 那就在公司裡面 那就可以來參加小朋友的班情會 回來公司上班之後 就是這些的一些就是措施 還有一些就是支持 那對我來說就是比較無後顧只有 也不會擔心是說就是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就是求助的方向 比起很多家長不得已錯過孩子家庭日 只能掉眼淚 在這溫定有更多彈性工時 陪孩子成長的機會一刻都不漏 就算不小心要加班幼稚園 配合家長時間到八點 更別說基本的生育理 精英家庭講座家庭日等等 去年開始連寶寶出身賀禮也很周到 衣服圍兜兜餐具配合孩子成長 一寶的時候其實我還沒有 就是沒有經驗說就是 比如說該準備的這個東西 所以等到他要吃的時候 我才開始網路上去找 其實那時候其實還蠻措手不及的 所以說一收到這裡我就覺得 每個月的每個月的年齡 都東西都有備齊 然後像目前這整盒 就是我現在寶寶六個月 他幾乎每樣都有用到 祝福送到新凱聯發科員工子女出生率 來到了千分之二十七點五 高於台灣五十大永續企業平均 有點像是陪著我這樣育兒 就是每個階段都幫你想好好的 非常的鐵心 各大公司從生兒育女著手 讓員工不再只能家庭職場二選一 更有半導體大廠來自德國的外商公司默克 進一步把眼光放到員工升職醫學上 率先祭出員工可享有最高62.5萬的人工升職補助 也提供住孕假 也就是未來如果為了備孕或是進行 員工升職有不是可以請假 協助員工實現他們成為父母的夢想 那不管你今天是單身或者是結婚 或者甚至是男性的同仁 你的配偶去進行人工升職的一些治療 都可以來試用這樣子的補助 那除了這個金錢上的補助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相關的 比較優於法令的價別 包含第一個 如果說女性的同仁去做人工升職 那每一個週期 都可以享用兩天的有心病假 那讓女性的同仁可以 因為療程的不舒服 可以在家好好的安心的休息 那除此之外 如果說真的很幸運 那個女性的同仁懷孕 我們的產假也是優於勞基法 這樣的人工升職補助 去年10月上路 公司透露已經有不少員工申請 另外默克也提供彈性工時 居家辦公 讓員工同時照顧家庭 只是雖說這樣的福利措施 對不少公司來說是趨勢 但還是有部分企業受限環境因素 一般的中小期 因為她能力比較吃緊的情況底下 她要去再加上她本身的成本的負擔 也不是那麼充裕的情況底下 她比較少去提供這樣的一個措施 而且這一般來講 友善家庭的措施 往往都是佛女性 當然這是台灣長期以來的 這種所謂的男女分工的 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所以一般來講 會提供這個東西措施 大概以女性員工為主要的一個訴求對象 所以如果有公司的女性員工 比較多的話 她比較會提供這些東西 要讓優秀人才留下 不只薪資 待遇 就連員工生兒育女一併考量 這不僅是各自家庭幸福關鍵 更是台灣人才永續發展的動力 TVBS 吳奎麗 做和新北新竹採訪活動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